哈喽大家好我是陆紫瑶 今天我们又来拆箱了 新到的快递 拿到手里面还是热乎乎的 开玩笑了 今天我们要拆一把 在吃鸡游戏里面最受欢迎的突击步枪 想必大家已经拆到了吧 它就是鼎鼎大名的M416 但是今天拆的M416有点稍微不同 那么这一把到底是什么样的M416呢 赶紧拆开来看一下吧 又是满满的机箱 这个是一个变色标板 一包水弹 仿真弹壳 M416的枪声 弹夹 放大背径 还有两个卡扣 不知道这两个是干啥用的 枪图 消音器 握把 还有最最重要的 护目镜 这样玩才安全 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了 一个简单的说明说 玩过游戏的小宝贝们肯定都知道 M416呢 非常依赖它的配件 只有把它的配件全部捡到手 装配起来 才能真正的发挥M416的优势 现在我们的配件呢 基本上已经齐全了 我们就把它组装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把M416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消音器 弹夹 放大背径 这两个呢 并不是卡扣 我认错了 一个是前机苗 一个是后机苗 两个稍微有点不同 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配件都组装起来了 在这些配件里面呢 像这个轻型握把 还有枪托 对它来说非常的重要 有了这两个配件啊 可以有效的减少后座力 这样打枪的时候更稳 这个握把是一个轻型握把 这个轻型握把呢 我非常的喜欢 它不像锤子握把一样 握起来很僵硬 你看 它有一定的弧度 这样握起来 正好把大拇指嵌进去 拿枪的时候更加的舒服 这个枪托还可以伸长 这样枪托就伸长了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进行调节 六倍镜的调节呢 需要旋转这个按钮 通过旋转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有效的 放大 缩小 有了前后鸡毛的辅助 设计起来又精准了许多了 那么今天猜的这把M416 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一把抛壳的M416 刚才给大家展示了这个 仿真弹壳 拉栓上膛 像这种抛壳的玩具枪 给人的体验感更加的强 就像我们之前玩的 抛壳AWM 一枪 一个弹壳 感受特别的真实 一枪 一个弹壳 玩出了狙击枪的快感 特别有意思 没有那种自动连发的感觉了 非常适合远距离的攻击 如果在近距离打 有可能 还没开枪 别人就把你给突突了 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继续玩 大家有什么想开的 玩具水弹枪 也可以给我留言哦